给婆婆做的套装今天就全部完工了 这件上衣呢,婆婆穿着非常的合适 然后我又给她做了一条花裤子 这个裤子呢,是做了一个小脚裤 前片啊,我给她分割 然后做了口袋 婆婆也非常的喜欢,非常的适合她 这个上衣呢,前面我已经给大家分享过后片以及前片了 那么重点在今天要讲的这个放量 以及这个缝粪的放法上面 这是一个难点 只要你把这个缝粪放好了 后面的工艺自作就相对简单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前片我们怎么样去展开和放缝粪 首先呢,我们将这个前片的板剪下来之后 按照我们画的这个展开线 将这个地方剪开之后啊,进行放量 这个放量啊,是30米 然后我们将它啊,向撤缝这个地方倒 因为它是一个活泽啊,就是这里缝合 底下这个地方是不缝合的 向撤缝这个地方倒 然后我们再给它放缝粪一厘米 然后我们再给它放缝粪一厘米 煎还有这个旁边这个地方都是一厘米的缝粪啊 底板呢,我们放1.5 最主要是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放的啊 我们先将这个地方给它折起来 我们沿着这个边啊,将这个折进去 再沿着这个地方啊,剪开 再沿着这个地方啊,剪开 我们再平行这一条啊,画一个4厘米的线 接着这个线给它剪下来 放缝之后啊,这一片是这样子的 这个呢,是衣服的左片 左边的放缝是这样子的 那么右边是怎么样放缝呢 接着呢,我们再看右边是怎么样放缝粪的 将放好缝粪的左片 底下再放一张纸啊 这个其他的部位的缝粪的放法都是一样的 唯独这个前面它是不同的啊 它的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这个地方呢,是这样下来 直接形成的一个尖角啊 然后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呢 它是平行于这个啊 这个外子口这个地方 一个4厘米 它这个4厘米一直到哪里呢 到领口的这个位置啊 上面呢,还是和这个是一样的啊 也是这样一个4厘米的这样一个折边 只是这个底下呢不是形成的这样一个尖角了 我们要把这个尖角放进去啊 和这个外子口不是我们放缝的这个地方啊 和这个外子口形成一个4厘米的啊 这样一个放缝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剪的时候就沿着这个外面剪就不要把这个剪掉了啊 现在我们将右偏的板给剪下来 关键是这里啊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我怎么剪的啊 沿着这个啊 沿着这个啊 4厘米平行出去的这个4厘米 一直剪到这个地方啊 然后啊 再沿着这个边剪下来 这个呢 这个呢是左偏的板 这个是右偏的板 我们现在呢做好标记啊 打好剪口 还有这个地方啊 紫的进去的这个地方也要打好剪口 它做好了以后是什么样子的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放缝分了 它的缝制方法就是把这个4厘米这个地方折进去 还有这个上面的这个4厘米也给它折进去之后 直接与这一片啊 左边的这个进行缝合 这个里面这个地方留一厘米的缝分啊 给它进行缝合 这个上面呢给它压一条线就可以了 底下呢三折边折进去 啊整个领子 上部分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大家如果说 还没有理解的话 就打个板 照着我这样给它剪下来 然后给它去拼接一下 啊心里就 比较有一点底了 这个地方啊 它有一个小沈啊 因为这样折进去 然后这一边折进去的话 这个地方不平 我们就把这个地方做一个这样的折 给它折进去 这样子的话 它就平整了 这个里面就平整了 然后我们再跟它这个地方啊 压一条明线 这个上面啊 它就非常的整齐了 这个前片的啊 放量以及这个放缝 就给大家讲来了 这个是这件衣服最难的地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点赞 打赏关注与转发 明天继续讲解这款衣服的袖子 根据以往的经验啊 我将这个袖子的打扮方法 改变了一点点 最终做出来的效果 比原来要好很多 我在哪里有所改变呢 明天我们再见 拜拜